大家好,我是Luna,你可以叫我阿比丘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你们12月份的整体运势 今天我有4个号码 6号、5号、2号、8号 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号码 或者把左手放在雷诺们牌上面去感受一下牌的能量 你们需要一点时间的话可以按下暂停 想要有一个更详细的诗人账卜 或者想要购买我的爱我牌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去浏览 然后想要看额外的占卜影片的话 你们可以加入我油管的会员 小月亮会员区去观看更多的占卜影片 你们需要一点时间你们按一下暂停 不然我会先看一下6号的朋友们 2号的大转眨布 6号的大转眨布 蛇月粉 这个已经是120分 滑 好,這裡我是看到就是你們抽到了家的牌 家一個物質就代表著跟你們的家人有關 因為你們基本上你們這兩張牌是代表一個人物 所以代表你們的家人 所以如果你們是男性的話 你們可能會比較重視你們的家庭 或者比較重視你們的家人在12月份 對於你們的家人還有家會有更多的感觸 很多的感受 可是如果你們是女性的話 我是看到就是你們家裡 你們會對於你們的爸爸哥哥弟弟 或者就是你們男性的室友 或者就是你的爺爺啊 就是你們家中的一位男性啦 或者你們的老公啊 會有很多的感觸和感覺 這是我看到感觸很深 然後你們會比較重視就是跟這位家中的男性的關係 你們不要在乎這一點 我也是看到就是呢 你們其實 會比較想要孤立你們自己 因為你們想要就是照顧你們自己的身體健康 也是代表就是你們比較在意就是你們的 你們的想法 你們的人生 然後你們會反思就是你們所要的瓶頸 或者就是跟家裡的人 會比較想要就是比較和諧一點 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這裡我是看到就是自我反思 然後看到就是不要在乎就是跟長輩之間的關係 這是我看到 這兩張牌加在一起就代表就是在不斷的反思 然後對於你的生活當中有更多的想法 還有智慧 這是我看到智慧上的提升 我是看到就是你們想要嘗試一個新的東西 你們有夢想想要去追求 所以或者這張牌可以講說就是你們可能會去探討 去冒險 這張牌也是可以講說就是你們在計劃 到另外一個城市另外一個城鎮另外一個國家 這是我看到的 可是更多的這張牌不只是在講就是你們會搬到 另外一個城市那個國家 這有另外一個意思就代表就是你們可能 有些人想要去探討一些新的可能性 想要去追求你們新想到的一個或者新的一個夢想 這是我看到的 然後我是看到就是你們可能比較長時間待在家裡自己一個人沉澱 然後看一下就是你們要該往哪一個新的方向前進 然後這裡也可以代表就是你們可能會對於小孩啊會有更多的感觸 或者你們在探討你們以前小時候的成長背景 這是我看到的 因為你們抽到小孩的牌所以很有可能是跟小孩有關 所以這裡也可以代表就是你的童年啊或者就是你們有想要生小孩啊 或者就是你們想要花更多的時間陪伴你們的小孩 我是看到你們在12月份在情緒感受上面是很健康的 因為你們會去看一下你們自己的想法 這是我看到你們會去觀察你們自己的想法 然後去探討就是你們想要的夢想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我是看到你們在12月份其實跟宇宙有強烈的聯繫 你們會得到很多宇宙所要傳遞你們的信息 比較容易傾聽到宇宙所要傳遞你們的信息 你們直覺會非常的強 這是我看到在靈性上面是非常強的抽流好的朋友們 我是看到你們跟長輩的關係是蠻不錯的 尤其是跟男性長輩或者跟海外的人 關係都看起來蠻不錯 我看到你們跟你們家人之間的關係是越來越好的 如果你們跟你們的家人現在目前為止之間是有距離的話 在12月份你們之間的關係會變好 我也是看到就是當然就是可能你們有些人 你們的家人是在另外一個城市另外一個城鎮另外一個國家 所以我是看到你們之間的關係也不會不會那麼的疏遠 這裡也可以代表這個距離可以代表就是你們心的距離 你們感受上的距離或者實際上的距離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已經很久沒有聯繫的那一種 可是不管怎麼樣我是看到你們去探討你們比較天真單純簡單的那一面 這對你們來說是對你們的健康還有身心靈都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好可是我是看到就是你們有另外一面就是你們可能會有比較難過沮喪的一面 我看到你們剛開始會開始談論就是跟你身邊的人談論你的悲傷 你的傷感你的負面的情緒 可是過後你們就想要放下就是這些負面的情緒 因為你們比較傾向於你們會找到你們心中的瓶頸 所以你們會學習怎麼放下就是我看到學習了 學習怎麼放下你們負面的情緒你們的感傷 你們的負面情緒你們的憂傷你們的憂鬱你們都會你們的焦慮 你們會想要放下它 我看到如果你們想要我覺得你們的這些憂傷的這種感覺啊 不會超過兩個星期啦 可是如果你們想要在一天兩天趕緊放下你們的憂傷 你們的悲傷的話 你們需要去跟一個一些人談論就是你們的情緒和感受 看有誰可以就是幫助你趕緊走出就是你們的負面情緒 如果你們想要在一兩天之內走出來的話 你們需要跟一個人談論就是你們的情緒和感受 我是看到整體來說你們戳到太陽的牌在中間 就代表你們整體來說運勢其實蠻不錯的 只是難免就是你們可能會遇到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只要你們縮開來或者找一個傾聽 可以傾聽你的心聲的一個對象的話 不管是誰啦 願意去傾聽你的感受 然後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放下的話 我是看到 基本上太陽的牌就代表你們會對自己越來越有自信 你們會比較有活力一點 比較開心點 比較正面一點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整體來看抽六號的朋友們 你們的能量其實蠻不錯的 你們的能量其實蠻不錯的 看一下你們的事業或學業意思啊 我看到了你們是不是你們戳到了百合的牌 你們又戳到平靜的牌 代表就是不管是在家庭的一個你的家裡的環境啊 或者你們的事業學業的環境啊 你們都想要找到心中的平靜 你們想要快樂 所以你們會不斷地去探討你們內心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縮開來 你們也會學習就是怎麼放下一些負面的情緒 所以你們在學 你們願意去學 就是我看到的 好你們戳到了 no place like home 就代表就是呢 沒有什麼地方想家 你們如果你們覺得你們家裡面 因為這個是在問你們的事業或學業 你們剛開始會覺得你們的事業或學業 就是你們的工作環境或者學校 沒有家的感覺 可是你們會盡可能的 找到心中的平靜 就是不要跟人家擠太多的爭執和生草 這是你們的出發點 這是我看到的 就算你們知道你們的工作環境還有學校 不是你們的第二個家 或者不想家 可是我是覺得你們會很專業 或者很專注於你們的事業或學業 因為你們知道不是每一個東西都是 就是milk and honey 就代表就是牛奶和蜂蜜 就不是每一個 每一天都可以過的甜甜蜜蜜 也不是每一天都能有豐富的東西 你們知道這一點 然後你們接受這一點 所以有沒有對你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最重要是你們可以找到你們心中的瓶頸 不好意思喔 可能背景有一些聲音 因為樓下在倒垃圾 有個垃圾車在清垃圾 好我們看一下 在你們的學業你們的事業或者學業當中 我是看到你們還有很多東西你們還是不知道的 或者你們不想要過度的深入的分析 這對你們來說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因為你們太過了解一些東西的話 對你們來說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反而會變得你們好像想太多 所以你們對很多東西都看得比較平淡一點 這是我看到的 因為你抽到靈魂伴侶的排逆位 就代表可能你們在學業你們的學校啊 或者你們的工作環境啊 大部分的人跟你沒有太緊密的聯繫 或者就是會有一些冤親在主的一個狀況啦 不是跟你不熟 不然就是跟他們不和啦 可是你們也不想要知道太多 因為你們知道不管在哪一個環境 都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不同的人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認同你 這是我看到反而我是看到你們比較主要於就是 比較平平靜靜過日子 這是你們的最主要想要達到的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感情 你們的感情我是看到有一個人會主動或者你會主動 因為花瓶的排逆位就代表就是有一些心動力 我是看到不是你在暗地裡就是秘密的講悄悄話對於你喜歡的人 或者這裡講說就是有人在悄悄談論你 這是我看到的 可是有一種悄悄話 可是我是看到在這個月份 沒有看到有什麼結婚啊 婚姻啊 新的感情啊 是沒有啦 如果你們已經有一個對象的話 應該不是這個月份結婚啦 這是我看到12月份 可能是在1月2月之後 可是這裡我沒有看到就是你們會有一個新的感情 或者你們的感情 就算有一個對象也不是穩定的 還沒有確定的一個感情啦 這是我看到還沒有就是穩定下來走的長久的關係 有一種暗戀啊 或者就是初步談戀愛的能量 我是看到就是在這個月份 你或者你想的那個人 會想要探討彼此的家庭背景 合不合時 會有很多這樣的信息 這裡可以代表就是如果你們沒有什麼暗戀的對象的話 這裡可以講說就是你們選對象 比較傾向於就是你們會看一下 你們當戶對這件事情 這是我看到 對我還沒有看到有一個正式介紹 如果你們單身的話 我沒有看到一個正式介紹給朋友家人的一個對象 因為這張牌是密尾的 你們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話 是還沒有談論婚姻的一個階段啦 可能是12月過後啦 反正這個詐譜是一個月啦 不代表就是你們過後不會結婚 只是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啊 這是我看到 看一下愛我牌 釋放你心中的內疚感 我不知道你對誰有這種內疚感 可是不要把這個內疚感放在心上 這樣子你們可以找到你們心中的瓶頸 然後不要批判你自己 就是講說你內心深處其實知道你自己想要的答案 是什麼 等一下 讓每一分每一秒成為你深深的時刻 所以珍惜當下 然後不要批判和批評你自己啦 好我希望這個詐譜有回應到你們的問題 我在這裡祝你們一切順利 然後身體健康囉 OK拜拜 好學五號的朋友們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12月份的整體運勢 好這裡我是看到就是呢在12月份你們對於感情會比較看不清楚一些狀況啦 看不清這是我看到可能會有點迷失或者就是不知道一個感情的走向 不管你們是男的女的我是看到 這是我看到的 嗯如果我們要談論事業的話是代表就是你們可能對於一個合作合同合約相關的事情你們不清楚這個合作合同合約的一個方向啊 所以很多的一種迷失這個迷惑 所以很多的迷失這個迷惑 這個迷惑 難過於某一件事情 這是我看到的 這是我看到的 你們有些人 你們有些人也會感到頭痛 因為這些負面的情緒會影響到你們頭痛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情緒上的表達啦 所以你們需要留意一下喔 我是看到你們在這個月份啊 把專注力放在你們的學業或者事業上面對你們來說會有極大的幫助 而不要想著你們不想要結束的合作合同合約或者感情 這是我看到的 你們把專注力放在學習一個新的技術技能或者把專注力放在你們的學業上面 學習一個新的東西或者讀書啊讀一本書啊不一定代表你們要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可是書也代表你們可以去讀書讀小說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這是你們的興趣的話 我是看到就是你們會得到你們想要的夢想或者就是你們會得到別人的認可 或者也可以代表就是跟科技有關 可是不管怎麼樣在如果你們把專注力放在你們的技術上面 你們的老師或者上司會重視你這是我看到會有一些獎勵啦 可是如果你們把重視放在負面情緒上面的話 你們會一直不斷想著一些負面的情緒啊會困在那裡 然後你們會一直想著就是這個合作合同合約的這個人或者是你的感情 你的錢讓你的不知道是現在的對象還是幹嘛的 你會想著這些人有秘密嗎 你們會一直探討就是他們是不是有東西隱藏隱瞞我 可是你把重心還有能量放在這裡上面反而對你們來說是在浪費時間浪費能量啦 這是我看到 所以最好把更多的能量和專注力放在你們的視野和學業上面 或者讀一本書也好 你們喜歡讀書的話 讀故事書也好 這我是看到就是那你們對你們來說 你們沒有得到這個合作合同合約在12月份或者這個感情 我是看到有一個這樣的結束或者得不到你們所要的 如果你們轉一個角度去想事情的話 其實你們是往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前進 你們夢想會成真或者會得到某一些認可 我只看到你們可能會你們如果是男性的話 你們會跟因為你們心情不太好 所以你們想要跟一個上司或者父母親 就是比較有權威的人 吵架起爭執或者意見不合 如果你們是女性的話 你們可能會跟一個男性有權威老師啊 父母啊這種或者上司啊 具有權威比較高的人 你們會跟他們意見不合 或者想要跟他們辯論 想要吵架 起爭執冷戰 所以我是看到這是你們需要留意的 你們有些人對於就是如果你們失業的話 我是看到你們會比較迷失一點 可是如果你們想要找到一個新的工作的話 或許把專注力放在增進一下你的技術技能去學習的話 對你們的工作會有極大的幫助 我是看到當你們學習一個新的技術技能的時候 你們去網上去瀏覽 我是看到會有一個機會找到一個工作的 可是呢我要跟你們講就是啊 可能如果你們是男性的話 你們可能會說服自己不想要增進你們的技術技能 或者你們會說服自己不想要讀書 或者你們想要說服自己 就是不要增進你們的技術技能 或者讀故事書啊去舒緩你的壓力 這是我看到你 如果你們是女性的話 會有一個男的會阻止你們去幹 去增進你們的技術技能或者讀書 這是我看到 可是對你們來說 這本書啊 這個書的信息 其實對你們有極大的幫助 因為星星在旁邊 所以要看你們 好我是看到就是呢 你們抽到了四葉子的牌 就代表其實你們是有運勢的 你們其實運氣是有的 只是看你們怎麼選擇 這是我看到 因為你抽到這個十字路透 選擇的牌 你們的運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這是我看到的 當然你們的運勢可以變好的 其中一點就是你們要常常就是發簡訊 傳簡訊 發郵簡 信息 傳信息 或者就是跟人家溝通 或者偷履歷 對你們來說你們才會有一個新的突破 然後 你們如果不願意這樣做的話 不願意為自己創造一個機會的話 我是看到 你們會反而變成你們生活當中的一個阻礙 我是看到就是 如果你們是女性的話 你們可以去掌握你們要走的方向 你們的好運和壞的運勢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如果你們是女性的話 如果你們是男性的話 我是看到你們身邊有一個女性 不管是你們的另外一半 還是你們的母親 還是跟你們比較親近的貴人 有一個女性 他們會想要幫助你扶持你 所以你可以請聽一下他所要給你的意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事業和學業 其他的信息 我是看到你們要把專注力放在呼吸上面 可以打坐 就是你們可以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睡覺之前 或者早上一起來啊 可以躺下來 或者可以盤坐 然後專注於你們的吸氣 還有你們吐氣 一直不斷的重複 可以重複至少五分鐘 至少要坐五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會幫助你們調節你們的情緒 就是我看到 因為這也是打坐的其中一個 打坐最好的方式不是聽音樂 而是把專注力放在你們的呼吸上面 你們吸氣吐氣一直不斷的重複 然後如果你們在吸氣吐氣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想法和思緒的話 你們要把專注力趕緊 如果你們意識到 奇怪我怎麼又開始胡思亂想 在想其他的東西 你們要趕緊把專注力放回你們的 吸氣吐氣上面 OK 然後我是看到就是TikTok 最代表就是時間啊 很多時間在你們的事業上面啊 學業上面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所以你給自己一點時間 給你們的工作一點時間 給你們的學業一點時間 這是我看到的 然後這張判也是可以 鼓勵你們叫你們別緊張 我是看到在你們事業和學業上面 你們沒有在傾聽你們的高我 或者你們的守護靈守護天使啊 這是我看到 所以他們很難就是幫助你 因為可能你們想要趕快 有一個東西趕快實現 可是這裡是在鼓勵你們 要放輕鬆 這是我看到 他們比較難就是傳信息給你 因為你們需要清除一些比較低的能量 因為如果你們要跟一些比較高能量的靈體 有一些互動的話 就譬如講說你守護靈守護天使啊 或者神啊 創造者啊 不管是誰啊 他們的能量都比較高 如果你能量太低的話 他們比較難就是幫助你 傳信息給你啊 告訴你就是透過你直覺 想要傳遞你一些信息 所以這裡講說就是你要把 在你事業和學業上面不要的東西 把它清理一下 把它放下 因為這張牌就代表叫你去清理一下 有一個掃把叫你清乾淨 這也可以代表就是如果你們要 讀書的話 或者在家裡辦公的話 你們的環境最好乾淨啦 整齊啦 這是我看到的 整潔和整齊啦 然後如果你們在公司辦公的話 你們的桌子至少要看起來是整潔整齊的 我是看到就是 這裡講說如果你們 你們的東西有一點混亂啊 需要整理一下 可是除此之外 我是看到要懂得怎麼清理 不要的東西不要吝嗇 要給 如果你們覺得這個東西我用不到了 也可以就是 去給你身邊的人啊 這個是我要的東西啊 或者就是啊 可以捐啊 捐出去啊 給人啊 這是我看到的 因為我看到你們不願意分享 這是我看到 不管是分享知識還是分享禮物 你們會比較 比較在乎你們的知識和東西啦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你們需要放下了 這是我看到的 好 好在這個月份呢 你單身的話 我是沒有看到什麼人在追求你們啊 所以如果你們要找另外一半的話 你們需要主動一點 因為我沒有看到什麼新的追求者 可是我是看到就是 如果你們有另外一半的話 我是看到 你們另外一半想要把你 介紹給他們的家人和父母 因為這個是一種慎重介紹的牌 你們有些人 可能 會跟某一個人各走各的 這是我看到 可是有些人 你們的另外一半會介紹 把你介紹給他們的親近的人 所以這要看 你們能量 你們感情能量是比較參雜一點 可是 有兩個不一樣的故事 可是你們整體來說 你們事業學業運賽有這個 我是看到 能量是一樣的 可是感情有兩種意思 我是看到就是 有一個坎就是 如果你們有另外一半的話 你們兩個人有著不一樣的夢想和理念的話 反而你們會分開 如果你們有同樣的理念的話 在12月份你們撐下去的話 你們的感情會步入就是 結婚 這是我看到 單身的話就沒有人追啦 這是我看到 不好意思啊 你們要比較主動一點 OK 你們在12月份會比較少在週末約會啦 這是我看到 週末的時候會比較少出去 在12月份 認清自己並不完美 你不是完美的 然後 要原諒你自己 如果你曾經犯錯的話 釋放你的焦慮 然後放下你的仇恨 然後放下你的仇恨 然後這裡講說此時此刻做一些讓自己開心快樂的事情 好我希望這個贊譜有回應到你們的問題 我在這裡祝你們一切順利 然後身體健康囉 OK 拜拜 好選二號的朋友們 我們來看一下12月份你們的身體運勢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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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是看到 就是呢你们有一个合作合同合约或感情会在12月份即将会结束 所以我是看到你们会有一点感到累 可是问题是我不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是属于痛苦的 我是看到有一种啊 接受就好有一种松一口气 因为你们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结束啊 反而会让你们觉得就是好像比较平静一点 比较成熟一点 比较冷静一点 这是我看到的 你们刚开始觉得就是你们有一个东西即将结束的时候 你们刚开始会觉得有点啊可惜 可是后来你们想想这结束对你们来说不未成是一件坏事 我是看到就是呢你们会沟通 如果你们是男性的话 你们会跟一个女的传简讯打电话面对面交谈 如果你们是女性的话你们不管性别啦可是你们会找一些人聊天啊传简讯呢 当然我是看到就是近期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些长久的计划 长久的打算的话 要展开一个新的计划的话要展开一个新的计划的话对你们来说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你们要看一下就是最好就是在12月份打安全牌会比较坏一点就是做你们原本一直以来做的东西结束没有关系可是我是看到就是啊 别急着去开发一个新的东西 这是我看到的 我是看到反而那种长久安全感的那种计划 长久的计划 反而会在12月份比较难实行啊 可是你们可以 谈论 这是我看到谈这件事情可以 可是不要有太多的 太快的行动 应该是这样讲不要有太快的行动 刚开始初步的计划是OK 可是如果你们要看到 你们要有什么实际的 成绩的话会比较难实行啊 我看到了你们在谈论一个合作合同合约的东西 或者一个感情在谈论要长久 可是我看到就长久的这个问题可能 你们会遇到小人 小三欺骗隐瞒 利用的一个状况 所以 这在12月份会 惬意你就是 谈谈就好 行动等到1月份的时候 你们要有什么行动 你们再计划 可是在12月份比较 不好去实行一些东西 我是看到你们可能会比较 比较 沮丧或者比较 负面的时候你们想要出去走走啦 这张牌可以代表就是 开车出去啊 或者就是 走走路啊 这是我看到的 当然是看到就是呢 你们其实是很有你们的见解 你们知道谁在骗你们 透过一个信息 一个 传简讯的一个内容 你们知道谁是真心 对你的 谁在跟你撒谎 谁在欺骗你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 在12月份 做任何东西都要 谨慎一点 这张牌不代表 这个占卜不代表 就是一个负面的信息 而是叫你做事情谨慎 OK 这是我看到的 我是看到这个合作 合同合约 或者感情 其实是有一些问题 说在 可是你们 在1月份过后 你们会用你们的 智慧 用你们的 经验 来帮助你们 找到你们 来帮助你们 实行你们长久的计划 或者就是你们 可以找到 你们心中的安全感 可是 12月份 比较适合你们 动作 别这么多 就是我看到 行动 不要这么多 这个时间点呢 在12月份 比较适合 你们因为你们说到小孩 还有一本书 所以 非常适合你们去当 学生 去学习东西 可以在网上上一个 新的课程 或者就 去追求你们目标 追求你们自己的梦想 当一个学徒 我是看到会比较安全一点 安全牌 因为星星的牌 代表就是呢 你们的梦想 或者就是 科技 去网上 去电 电脑上面 去学习 因为你们在为自己 带来一些转变 这是我看到 你们去 嗯 去学习个新的技术技能 会带给你们一些 新的转变 新的可能性 我看到你们会比较 呃 注重于你们自己的感受 情绪 还有你们直觉会比较强一点 会比较敏感一点 这是我看到 可是你们要把这个敏感 还有这个情绪 要感受 用在比较正面的地方 所以可以去打坐啊 可以去做一些 灵修相关的东西啊 或者就 去做一些 艺术相关的东西啊 月亮代表艺术啊 所以 可以做一些 艺术相关的东西 或者去学习 一个新的技术技能 看一下你们 事业和学业 我看到你们事业和学业 你们在一个 实际路口 The fog Fog in the road 就代表就是你们 有一些选择需要做的 你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你们再观察 先别这么快做出一些决定啦 这是我看到 对这张牌是代表 你以为就代表就是 你们不要想这么多 你们可以想着这件事情 可是不要想太多 因为想太多 你们反而会觉得 你们是被孤立的 这张牌offer 就代表就是 有一点孤独 然后 代表一个孤儿啦 所以你们想太多 你们会觉得 你们好像跟每一个人格格不入 或者就是 很寂寞 没有 一些人在身边 所以不要想这样 往这样的方向去想 对你的事业和学业 你们是 有一些选择需要做的 可是不要过度的分析 所以假如说 你像目前维持 事业和学业 都是 处在 处在于一种 命运的一个交叉点 所以一切就让 宇宙来帮你安排吧 就是顺其自然 不要想太多 Time for nap Time for nap 我觉得你们想太多 反而 会睡不着觉 我刚才不是刚刚讲了 你们可能会有失眠的一个状况 或者你们压力太大 你们一直不断的睡觉 这我 我是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信息 因为你们不想面对现实 所以一直在睡觉 啊 我是看到在12月份 你们可能会比较黏一点 然后 不能独立啦 这是我看到 所以 这也没有好理解 就是你们没办法就是独立啦 或者你们不想单身啦 一直想着要脱胆 急着脱胆 这张牌因为通常就是代表 急着脱胆 或者没办法 自己一个人独处 你们 在这个月份可能会结婚 或者就是 你们单身的话 你们想要结婚 是一种梦想 你们希望你们梦想可以成真 如果你们单身的话 如果你们有另外一半的话 你们结婚 其实 对你们来说 如果你们另外拜金 计划当中的话 你们的愿望是很有可能会实现的 可是如果你们刚开始 认识这个人的话 嗯 我还没有谈论结婚的话 那就不是你们了 可是 可以讲说就是你们刚开始在一起的话 可能对于你们的 婚姻是有一些憧憬的 可是你们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你们 你们的愿望会成真 你们另外一半会 想要结婚 我是看到就是有一些 复杂的状况 感情 你们感情可能就是 你 对于你们另外一半 的要求会很高 或者你们想象 你们暗夜的对象 你们想象 一个 一个 理想中的对象 要求高了 或者就是你们另外一半会对你的要求很高 OK 这张牌是代表就是创造的力量在你们的灵魂深处 然后 接受你们的全部 然后接受你们的全部 我是觉得这张牌的能量 是散发出就是不只是接受你们 全部的自己 就是你们的个性 你们的优缺点 你们觉得你哪里不美 哪里美啊 都要接受了 除此之外 也是代表就是 接受你们身边的 环境的任何的东西 想起你真正的自己是谁 这样子你才能找到自己的重心 才不会这么容易被动摇 然后真实的对待 自己然后当一个真实的人 这两张牌 这样不要错一张的 可是你有两张 爱是一种生活方式 然后接受自己的真相 不要逃避 现实 不要逃避真相 然后不要欺骗自己 不要欺骗你身边的人 这张牌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希望这个詹姆有回应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 然后身体健康 OK 拜拜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12月份的整体运势 我忘记跟你们讲 就是呢 我在 月底的时候啊 到月底 会有一个 灵魂目的的 占卜和占星 我会看一下你们的星盘 还有帮你们占卜 就是看一下你们的灵魂目的 所以如果你们对于你们 的人生方向 会感到 迷失的话 你们可以到我的网店 浏览 因为这个 优惠 直到 11月底啊 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好 如果你们的贵人 谁是你们的小人 你们会感到有很多的想法 我是看到你们会怕你们的朋友背叛你们 或者你们会怕就是看起来像帮助你们的人 其实是有不好的意图的 这是我看到 你们在12月份会比较孤独一点 这是我看到的 或者会觉得自己是被孤立的一种感受 我是看到你们在12月份可能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有某一个人传简讯给你们 或者传一个邮件信息文件 送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会看不清楚就是这个用意是什么 然后你们会很迷失 就是看不清楚在背后的意思 我是看到你们接受这个礼物 你们感到十分痛苦 可是你们如果想要用你们的智慧 用你们的经验来告诉你们 就是这个信息是干什么用的 你们在12月份会收到一个邮件 简讯 有信息信封 我是看到 关于这一点 所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信息 会让你们觉得很错乱 因为你们看不懂 我看到的就是你们想要以比较平静的心态去处理这个东西啦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是对你们来说是有帮忙的嘛 你们会想很多就是对于这个事情 你们有两种想法啦 这是我看到有两个想法 第一点就是你们信中好像有一个天使有个恶魔 一个天使告诉你们就是这个信息对你来说是有极大的帮助的 可是你们觉得这个信息的背后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危险的信息 或者一个不诚实不老实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们也看不清楚就是要怎么 有些你们收到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就是一个机构一个公司的一个东西啦 或者就是你们朋友穿简讯给你们 反正你们的压力很大 因为你们收到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开心还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难过的这个东西 看一下就是这个信息是信得过的 你们的直觉是对的这个信息是不能相信的 如果有一个东西看起来就好像很好 可是你们直觉告诉你们不能相信的话 你们是对的 我是看到你们是被保护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信息 你们的直觉在保护你们 你们的高我其实在给你们一些 一些信息关于就是一些小小贴士 只要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能接受的 我是看到一个你的高我或者更高的灵体想要保护你们 可是你们他已经给你一个这样的信息 讲说这个信息是不能信任的 不能相信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信息 因为这是大宗占卜啦 可是我是看到就是 这是一个提醒 就是当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心里面是知道 就是这个信息是不能相信的 不能做的 那你就要相信你自己了 这是我看到的 我是看到反而如果你们学会怎么保护你们自己的话 请听你们自己的知觉的话 我看到你们可以避开一个必要的灾难 对不管怎么样你们是有办法去掌控你们自己的命运的 因为这个这张牌是在中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张这个占卜没有好与坏 只是一个提醒的 就是有一个信息不能相信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事业和与业物件 这里我是看到就是 你们会不知道就是你们事业该往哪一个方向前进 或者你们觉得你们事业上面是被约束的 因为你们总觉得好像你们的事业和学业好像有点不太适合你们 或者你们在做一个你们不喜欢的事业 或者在做一个不适合你们的项目 很有可能你们喜欢你们的事业 只是刚好你们碰到一个不适合你们的项目 或者你们在读一个不喜欢的科目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也有就是我喜欢就是我喜欢音乐 可是不是每一个音乐的课我喜欢的 就譬如我讲说就是做Programming做IT相关的东西 那个就会给我极大的头痛 可是除此之外 嗯OK 所以可能就是在讲说就是你们的学业上面的话 你们喜欢你们可以讲说就是你们根本都不喜欢你们的这个科目 就是你们根本都不想读这科 可是可以讲说就是你们喜欢一些科目 然后觉得有些科目不适合你们 这跟事业一样 你们就喜欢这份工作 可是刚好你们碰到一个不适合你们的项目 或者你们根本都不喜欢这个事业 可是你们又不想要在你们的事业或者学业当中遇到很多的烦躁的东西 不想跟人家起阵子 所以在12月份你们反而就是不会跟其他人谁要吵架啦 这是我看到你们反而就是觉得不适合我 可是我没必要跟人家吵啦 这有什么好吵的 因为我觉得不适合因为我觉得不适合就不适合嘛 对不对 这没什么好吵的 这让你们跟就起呃 看起来好像不知道五号还是六号 出道的一样呼吸 这里讲说就鼓励你们啊 可以呼吸啦 就是打坐 刚才我记忆就是打坐的时候或者呼吸的时候 你们可以躺着或者盘坐 然后专注于你们的呼吸 至少要做五分钟啦 因为你们做少过五分钟其实也没什么用啦 所以你们需要至少做五分钟啦 然后专注于你们 你们可以做五分钟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可以做到四十五分钟都OK 专注于你们的呼吸吸气啊 吐气啊 如果你们在吸气和吐气当中 然后开始想着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们想到 哎 我怎么在想着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们把你们专注力放在你们的呼吸上面 这就是打坐 打坐就是 我每次讲说就是打坐 不要想其他的东西 其实很难啊 打坐个很多你们学习到的技术啊 如果你们对于好像 比如讲说你们一个运动员 他们每天是不断重复的在游泳 一直在不断的在增进他们的技术 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东西 就是把他们游泳给练好 或者在学一个乐器的时候啊 我以前学乐器的时候 我老师啊 如果我拉不准的话 我老师啊 两个小时一直叫我拉同样那七个音 不骗你 这两个小时 我一直在拉同样一个音 Doremi Faso Latido 然后又滑下来 就是这样子 连续七个音 不断的拉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有一点好动了 所以就一直不断的拉拉拉拉拉拉 然后又不断的就是在考验我的专注力 这跟打坐一样 所以如果你打坐的时候 你们的想法一直漂流 一直想着这个 一个想那个 很多的思绪和想法的时候 你们要专注的是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们的呼吸 你们可以好好的专注于一件事情 呼吸 你们在生活当中 你们会发现到你们生活当中 会有极大的改变 因为要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 你们要学会这么专注 专注于一件事情 你们才能把它做好 OK 所以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呼吸 然后我是看到你们在这个月份 12月份反正不想要跟人家合作 OK 如果不想跟人家合作的话 OK 可以就是 就是跟其他人好好说话 可是不用刻意就是想找一个人 来跟你合作还是干嘛的 你们需要就是 若可以的话 尽可能独立啦 在这个月份 12月份的时候 尽可能独立 因为尽可能独立的话 也不是代表你们要自私 如果有人想要帮助你的话 你讲OK 你可以帮我 可是你如果你们在一个团队的时候 你们不需要就是过度的 过度的 过度的帮人家做他们的 他们的工作啦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应该做的东西 每个东西都已经分配好了 你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是我看到 可是也不要自私啦 如果有人要你帮忙的话 还是可以帮一下啦 可是我是看到 你对人家合作的话 反而比较难创造出你所要的 读书的话 还是自己一个人读会比较好一点 我是看到在12月份 你们的爱情反而没有什么惊喜 或者印象不到的东西 对啊 没有看到有什么梦想实现啊 还是幻想实现的一个状态 你们这个月份是感情是怎么样的 你们12月份就是怎么样的啦 你们可能会比较专注于你们的家人 或者你们想要找一个门当户对 或者家庭背景跟你们一样的人 这是我看到的 这是你们的想法 不管你们单身还是有另外一半 这是你们的想法 你们希望可以 这是一个梦想 就是找一个门当户对 或者就是可以跟你的家人好好相处的人 这是你们的梦想 那你们有两张 那就两张吧 是你们想要找一个专心的人 然后结婚呢 这是我看到的 可是我没有看到你们的感情会有 什么大幅度的改变 或者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 你们在12月份你们感情都是在规划当中 没有什么惊喜啦 不要歧视你自己 要相信你们自己 放下你们的自尊心 接受自己的真相 平衡你们的生活 然后释放你们的焦虑 OK 这些都是一个小题点 好 我希望这个账卜 有回到你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祝你们一切顺利 然后身体健康 OK 拜拜 拜拜